六位帝皇丸的适应症 就可以吃这个药 六位帝皇丸这个 其实它是 说是补肾瘾 其实它是三脏 平补平泻的 那这里边有什么 用帝皇 帝皇是补的是肾 还有一个补干的 叫山豬鱼 我们用它的肉 叫做山鱼肉 另外一个就是补痞的 用山药 那这里边还有我们吃那个 用山药 它除了用这三个药补以外 它还有三个蟹的药 单脾 择蟹和福灵 福灵是排脾的排泄物 就是肺物 那么这个单脾 是排干的肺物 择蟹是排肾的肺物 你看一方面 我给你补住 往里边补的营养的东西 一方面你代谢的肺物 我又给你排出来了 永远保持这三个脏气清新 这些就是一潭活水了 所以六维帝皇玩 你吃时间长了 他也不会上火 也不会那个什么这些 除非你用不对症 你用不对症 他当然他上火 那如果你果然是睡 这种肾虚的 肾虚虚的 他用上去非常好使 人到老年的时候 脸上都会有点斑 是吧 到老年的时候 然后那个肾气 都会出现一些衰减 那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到 可以这么讲 到一定年纪的时候 我都可以适当的吃点 六维帝皇玩 因为他三补三蟹 对我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完全可以 你可以时不时的 就吃一段时间 比如说我吃一两个月 我停一个月 我再吃 这样子经常跟他服一服 可以防止 尤其是那个老年班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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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感谢观看